因为上厕所离开五分钟就被解雇 这样子的理由会不会太夸张了呢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在东河钢铁厂担任警卫 有一天上班肚子不舒服跑去上厕所 没想到只离开短短五分钟 就被主管认为是善离职守 不但骂他是畜生 下个月还将他解雇 他认为这是主管对他的偏见 现在希望能够透过法律程序要回他的工作权 手中拿着服务证明书 证明之前在东河钢铁桃园厂担任警卫的邱先生十分无奈 因为去年12月上班时间 他肚子不舒服跑去厕所方便 却被主管认为他善离职守 隔一个月就借此将他解雇 他就对我怒骂说你到底是不是很畜生 后面他才就是对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邱先生不只觉得规定不合理 更认为是主管的偏见刻意要他走人 律师也拿出历年的考核资料 发现今年的考核表上只有该名主管的签名 怀疑公司高层根本不知情 竞格不到一个月之间的 可能是他跟主管之间的一些心结 才被违法之前 这是我们想要厘清也想要了解的地方 有约之前双方因为辱骂的公然 侮辱罪已经达成和解 如今邱先生只想通过法律程序 希望公司给个交代 也能还给他继续工作的权利